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了炮弹的呼啸 恢复了他往日的宁静 然而人们期盼的祥和安宁的生活 虽近在咫尺 却又遥不可及 因为这看似宁静之中 依然密布着无数的凶陷 他们将再次面对危险与恐惧 甚至死亡 现在对于战后逃难归来的 新尼亚村村民来说 他们最急切期盼的 就是这些联合国违和部队的到来 因为他们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无法重建家园 一来了以后 一下车 很多老百姓就都危过来了 说这也有弹 那也有弹 然后就拉到你去走 把我都搞晕了 但我想还是要集中 把某一个点上先跟他轻拍一下 最后集中在一个院子里面 我一看 整个院子里面都散了技术炸弹 我自己看到心里都发麻 这个怎么整呢 这个呢 技术炸弹呢 以前我们是听说过 但是呢 没有接触过 现在面对这真正的极数炸弹 该怎么办呢 陈大荣连长无其勇气拿起一枚 虽说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弹 但凭借过去的牌报经验 陈大荣想只要轻拿轻放 安全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结果表明果真如此 牌长彭寿聪也学着 连长陈大荣的动作 壮着胆子捡起一枚 同样也没事 冒险尝试给他们带来了信心 于是陈大荣连长决定 让官兵们遵循轻拿轻放 胆大心细的原则 来轻拍极数炸弹 一场令人望而生畏 不寒而栗地排出 极数炸弹的特殊战斗 中国维和工兵的官兵们 就是这样拉开了帷幕 后来有人问陈大荣连长 当初是如何下得了 这样的决心的 陈大荣连长说 那都是逼出来的 你想想黎巴嫩老百姓 急切地盼望着你 帮他排除掉炸弹 而你却说我们排不了 果真如此的话 那黎巴嫩老百姓 又该如何看我们中国军人 又该如何评价 我们中国军队呢 尽管部署得相当周密 官兵们在排弹中 也都格外地小心 但连长陈大荣的那颗心 仍然是极度紧张的 他目不转睛地 观察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动作 不断地提醒官兵们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像这样的技术炸弹 我们以前也没排过 战事们根本没有接触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排的时候 心里面都是没有底带 压力很大 现在我手里这么大 战斗部分已经不在了 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在以前嘛 近都没见过 也不要说去排阻它 也比较危险 比如说在排的过程中 也比较感到害怕 也以前没击击过 对于事关朱元聪来说 尽管急速炸弹 在此之前它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但在这一触即发的 危险物面前 事关朱元聪 还是自告奋勇地 从容地去面对它 朱元聪认为 排弹这理所应当 是一个工兵的职责 是一个以人道主义 为情怀的 维和士兵的使命 而就在朱元聪 小心而成功地 掏出一枚又一枚 急速炸弹时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一声 剧烈的爆炸声 原来几名黎巴嫩青年 不小心触碰到一枚 急速炸弹 在一声爆炸之后 两人受伤 一颗小小的炸弹 就炸伤了两个人 这样看来 它的威力是不可轻视的 看着流淌的闲血 新尼亚村村民们 更为中国维和军人 悄悄地捏着一把汗 而中国维和军人 也被这种炸弹的杀伤力 所震惊 它那个炸药呢 是一种高波性性炸药 也就是呢 比我们一般的TNT呢 这个爆炸要厉害得多 那么一个子弹 爆炸以后呢 它的杀伤半径是四米 也就是四米 一二三四的四米 听到了一声爆炸声 结果有两名老百姓 已经被炸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心里面 又这个呢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说哦 这个东西 还有那么大的威力 多不多 里面 排长彭寿聪 尽管自己心里发絮没底 但他更为士兵的安全担心 鼓足勇气亲自上阵 让我看看 这样一枚极数炸弹 让官兵们感到无奈的事 借助不了任何排爆工具 只能用人工来完成 此外 你又无法就地销毁它 因为它离民房太近 当然你也无法挪动它 因为你不知道 弹体内到底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排长彭寿聪 只好像小时候掏鸟窝一样 一个一个地把它掏出来 但他的心里 绝非像桃鸟窝那样的 轻松喜悦 伸进去的手 也绝非像桃鸟窝那样的 从容自信 从我的镜头里面看得非常清楚 他们那个手都是微微战斗的 我的心也在跳动 心里面莫名地产生一种担心和害怕 在战友们的担心中 排长彭寿聪终于将这枚极数炸弹的最后一枚子炸弹 从母弹中掏了出来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弗里巴嫩维和工兵营的官兵们 每日都忙碌于村庄的四周 道路的两旁 清除着这些腐蚀结实的极数炸弹 是一条条道路畅通了 一座座院落平安了 让当地人民重新拥有了一个 祥和安宁的生活环境 在今天的作业之前 就安全问题向大家强调一下 最近我们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 军方和地方的排豹分队 排能飞队多次发生伤人事故 按照MSCC的统计数据来看 目前黎巴嫩南部地区 因为卫爆弹和地雷 已经造成32人死亡 135人受伤 虽然我们前段时期 排除了6000多发的各种卫爆弹和地雷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完了 大家明白没有 逃难返乡的黎巴嫩人民 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一座座废墟 而且还要面对这一片片 无法劳作的土地 因为这其中也散布了大量的卫爆弹 尤其是这种小小的 但却是令人望而却步的 极数炸弹的自炸弹 为了让黎巴嫩人民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 中国维和工兵营和所有联力部队一样 加紧排爆工作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雨季的来临 排除极数炸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今天是我们到这个县掉林来了第一天 首先接到任务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很不好行动 所以说一来到这个现场 我和当事们一起发现 确实是这样子的 它里面的植木弹情况比较复杂 第一个方面它主要是这个植木弹 布上的比较散也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很多植木弹 都隐藏在这个香蕉林的叶子下边 好多在那个枝头上也有 在丁丁这些复杂的情况 都比我们这个工作 一开展来挺有特别 经过夏雨或者冬天已经到了 香蕉叶子都已经黄了 落在这个地上 把植木弹 有些植木弹都已经盖起了 在香蕉叶子下面 盖的植木弹我们看不见 有可能脚上脚 或者是说手会去碰到了 产生一些危险 真怕那个一脚踩下去踩到了 就包括那个枝头上那些 那些8.0上面那些植木弹 也要掉下来 心里很虚 所以每一步都是非常小心的 每次当自己伸手去捡那枝木弹 或者是去拿了一片树叶 一片香蕉叶的时候 每一次作业 我们心里面都很紧张 其实我现在的心情 跟战士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很紧张 因为植木弹大家也知道 杀伤力很强 我要求大家都是很认真 很认真的 仔细仔细地 一个一个的 一平弯一平弯地 慢慢地搜索过去 最后一干净地 安全地去 年龄司令部的其他部队 在进行植木弹排斥过程中 出现过植木弹上人的事故 所以根据这种情况 我们今后的排除方法 发现植木弹之后 在原地进行引爆 在对极数炸弹的排除方法上 中国维和军人和联合国助力班 临时部队的所有维和军人一样 并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手段 况且绝大多数官兵和极数炸弹 都是初次谋灭 也正因为如此 大家一开始的架势 还有点出声牛犊 不怕虎的劲头 凭的是勇气 靠的是胆量 而现在也许是因为了解了 极数炸弹的脾气 或许是有了一次次血的 甚至是生命的教训后 大家也就变得格外谨慎了 对于中国维和军人来说 谨慎并不意味着胆怯 小心也并不意味着不为 使命在身 重任在剑 维和军人的职责 激励着他们在干中琢磨 在干中总结 用科学的态度 细致的方法 谨慎从事 万般小心 从而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化解了一个个危险 何必我守护 至于这些时代 至于中式 所远力的导致 中国人与和军人与 军人与入门 军人与静 尽和军人与 军人员 人与 了 我叫你对枝斯 我工作在这个大兵 我们有小型的小船 没有人不是过 过后我们立即入那里 然后去工作 但在小船上 在这尸米时 有大兵的人 所以我们在三四周 这夜深邀山 现在我们会在寻思 我们希望自己帮到 离班的南部曾经是双方交战的重灾区 特别是战火停息前的几天 这里被投下了大量的极数炸弹 危险的程度一点不亚于 被成为死亡地带的雷茶 此时虽然阿波拉辛一家已经平安返家 但面对着田地里 已挂满了果实的大片柑橘 他们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在万万无奈中 阿波拉辛想到了违和部队 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抹育 我们不能让我们抹育 我们不能抹育 我们不可以抹育 我们不可以抹育 于是中国违和工兵营的官兵们 带着黎巴南人民对中国军人的厚望 带着阿波拉辛一家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期盼 进入到这片柑橘园 然而当他们进入阿波拉辛家这片柑橘林中不久 这棵柑橘树很快就给士官李宝刚处了一道难题 因为李宝刚在橘树上发现了一枚紫炸弹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他只好叫来连长陈戴荣 这个小子都弹出来了 目前连累部队因为技术炸弹 炸伤的炸死的人也不少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根据连累部队要求 发现技术炸弹要就地销毁 但是呢这个橘子这么多 树又长得不那么好 如果说我们就地销毁的话 首先是把橘子给炸掉了 再一个树子也毁了 我家竹竹辈辈都是农民 这次为何回去之后退伍了 也是农民 农民我知道种这一棵树是不容易的 这个橘子接地比较好 所以老不幸的说 如果把它炸掉的话 可能会损失很大的利益 所以说我建议我们还是采取 人工采取的方法把它拆掉 现在这枚技术炸弹 这个小子已经脱落出来了 它那个起爆帽 就是和这个激针了 它一生对准味道 如果说激针一旦刮着起爆帽 那么这个旧炸弹就爆炸了 非常危险 应该说是已经是一族激发 现在我们从外号排爆大王 鞭掌陈代荣的话语中 听到了一触激发这四个字 这足以让我们确信 眼前这枚子炸弹的高度危险性 当兵近三十年 有着二十多年排爆经验的 陈代荣十分清楚 排除味爆弹 仅仅凭借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它更需要的是过瘾的技术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对于这样的一颗 随时可能触发的味爆弹 如果稍有不慎 付出的将实现 这个小子弹出来了 他说要用手把它压进去 这个针啊 这样 往这地方就分开了 因为它就不关我 中国为何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 在中国 有很多的药物 在中国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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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国首批 傅黎巴嫩维和部队 到达维和任务区 执行维和任务 已经整整十个月了 如果不是遭遇不久前 那场突然而来的 离异冲突 他们现在应该回到了 祖国的怀抱 如果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 服役条例的规定 他们中的许多人 此刻也应当回到 自己的家乡 回到亲人的身边 望着眼前的一切 这位和中国维和军人们 朝夕相处的联合国雇员下兵 有着深深的感慨 有很多人的中国人 所居住在这里 会回到他们的家乡 会把他们的战略 会把战略的战略 会成为他们的战略 像这个世界 所居住在这里 会把他们的战略 进行为他们的战略 会发现他们的战略 和我们的战略 像这边 我们开始了 从从起初到现在 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战略 会发现他们的战略 和他们的战略 将他们的战略 发现他们的战略 和奘略 在这里 他们的战略 让他们把这种战略 造成的战略 消败 放射 被合到 像是她的战略 白带统治 起码前整理完毕 取报 离役冲突结束后 截止2007年5月 中国弗里班的违和工兵营 共排除极数炸弹的紫炸弹 六千零六十九枚 并且做到了 无人远伤亡事故的发生 开玩笑 抱� haircut 往往 8的 刚经历走